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等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9号这一期啊 咱们继续聊一聊巴以冲突 说巴以冲突啊好像不是特别准确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或者是高中或者是上大学 记得不太清楚了啊 那个时候好像叫阿以冲突 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改成巴以冲突 就用巴勒斯坦代替了阿拉伯 这个是一个变化过程啊 那现在咱们说巴以冲突好像也不准确 你现在准确的说应该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 这个巴勒斯坦啊 它现在总体上是分两大块 当然实际上恐怕很多其他更小的啊 可能分五六块 当初啊把这个巴勒斯坦这么个地方 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建国 他们华的那个领土啊非常有意思 真正的叫犬牙交错啊 以色列也是分成好几块 巴勒斯坦那分的更多 大概五六块或者六七块 所以就冲这个啊 这个边界划分啊 你说它想不复杂的不容易啊 都不行 现在袭击以色列的是加沙那个地方 加沙那个地方是哈马斯在执政 哈马斯啊 他把那个巴结组织啊给赶走了 那巴勒斯坦剩下的地方呢 约旦和西安是巴结组织 他有总统也有总理 然后靠近叫黎巴嫩吧 还有一小块 那个地方据说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 但是他名字不叫ISIS啊 总之他跟伊斯兰国是一个德性的 所以咱们习惯说巴以冲突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 现在应该是这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 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以色列已经宣布啊 他是在以色列的南部有一个什么电子音乐会吧 哈马斯是袭击了这个音乐会场所 大家也看到那个视频了 以色列公布了死亡了是290多人吧 还有很多啊 这个以色列的男的还女的被哈马斯组织给绑架走了 其中有一个是有这个中国血统的一个女孩 这个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呢也公布了 他跟他的男友啊都被这个哈马斯给绑架走了 目前啊生死未明 所以说从这儿看啊 这个哈马斯不折不扣的就是个恐怖组织 你不管怎么看360度无死角的看 他都符合恐怖组织这个特征 我看还有很多这个小黄啊 小红啊 小粉给哈马斯洗地 给一个极端组织洗地 就是为了发泄心中的这个不满 实际上这是反人类的啊 反人性 我想到了这个咱们南洋谜迪音乐节 所以我不禁感慨 还是咱们中国好 你说南洋谜迪音乐节 你无非就是丢个手机丢个电脑 或者丢个帐篷 你说以色列你搞个音乐节 把命给丢了 但是我就很纳闷啊 你说都是音乐节 一个是丢了命 一个是丢财务 手机 电脑 帐篷 但是我看很多真能量大V啊 骂这个偷电脑的 偷帐篷的 事丰之下 大家也看到了吧 批评这些人 但是呢 场景一换到以色列 这些哈马斯啊要人命 对吧 他是直接索命呢 绑架人呢 他反而不批评了 变成批评以色列 那你说这个 这就不叫精神分裂了 这个也不能简单的用双标来形容了 这不是正常的人类啊 对吧 你骂人家偷电脑 偷笔记本的 偷手机 偷帐篷的 那些强盗要命的 恐怖分子 他反而支持 所以说正常人没法理解啊 这小粉呢 小红这些 他就不是正常人 每个网友啊 都应该自己对照一下 所以咱们老说自省呢 老说自圆其出啊 对吧 咱们你说的话 你把它自己看看 能不能圆着上 你在这个南洋密迪音乐节上面 你是在批评谁 到了以色列对待恐怖分子 就是什么态度 我看有人洗地啊 就是正能量大V啊 说这个女孩 她还不是中国人 虽然有中国血统 然后她又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是叫全民皆兵呢 每个人都要服兵 所以这不是普通人 所以啊 该死 抓了就抓了 这个好理解啊 因为这种正能量大V啊 她都是这种叙事方式 就宏大叙事 为了集体 死个人不要紧的 对吧 她虽然跟大国啊 有千丝万缘的关系 但是不要紧 她代表的是反动嘛 代表的是以色列 所以说她跟大国的这关系 可以不考虑 该死 这些人的论调啊 往往都是这样的 就是她也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你跟中国有血缘关系 虽然不是中国籍 幸好不是中国籍啊 要中国籍更麻烦 对吧 她可以把你撇得干干净净的 跟中国没关系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假如啊 有个中国游客 如果在以色列 被哈马斯给抓了 这些大V会怎么说啊 谁让你去那地方呢 那地方那么危险 活该 不要连累国家 这就是真能量大V这个嘴脸 这一次啊 根据这个 以色列的这个 叫中华商会吧 这么一个组织 它公布了 有五位中国公民失联 这些真能量大V 这些小粉小红啊 是不会为这五位中国公民 感到焦虑 感到担心的 他们只会担心 哈马斯的安危 那是哈马斯 绑架了这五位公民 目前来看啊 十一八九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 这个小粉小红 什么真能量 你横看树看 它都是非人类 就不能称之为人 最后的结论一定是 你这五个人 为什么跑以色列去 没事 为什么要去参加什么音乐会 音乐会 南洋不也有吗 对吧 你去南洋参加音乐会 还不够是吗 还非跑到以色列去 参加音乐会 这是给政府添乱 给国家添乱 在特拉维夫的 凤凰记者 乔文兰 指出 他所在的东部地区 过去一天 受到八百多次 红色警报 在以色列华人 失联人数 甚至五人 另有二名工人受伤 所以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 以色列进入这个什么 战争状态 这个都没毛病 反恐 正在咱们都在猜测 谁是哈马斯幕后黑手 这个时候 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昨天 这个以祖丁卡萨姆旅 发言人 奥拜达 他对媒体说 他说 我们感谢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为我们提供了武器 金钱和其他装备 他为我们提供了摧毁 犹太复国主义堡垒的导弹 并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反坦克导弹 这个什么 以祖丁卡萨姆旅 他是哈马斯下面的一个支武装 他主动承认的是伊朗给他们提供的武器和资金 这个有点蹊跷 就是说以色列干要对哈马斯宣战 然后哈马斯跳出来说 是伊朗给我们武器 给我们钱 资助我们发动了袭击 这个你怎么想 怎么觉得有点蹊跷 你有必要这个时候跳出来 把这个帽子 黑锅 扔到这个伊朗头上 或者即便是伊朗支持的吧 伊朗支持的 你有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跳出来说 好像拉上这个伊朗这个大旗 给自己增加信心 给自己背书 这伊朗这个旗也不够大 靠山不够硬 所以你怎么想 怎么觉得这里面有点猫腻 不太正常 就是他主动的招了 谁在背后支持我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伊朗 他那个外交部吧 还有那个哈梅内衣的发言人 他支持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所以这个让人不得不怀疑 就是认定了 是伊朗干的这事 背后支持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哈马斯和伊朗支持的 珍珠党高级成员称 伊朗安全官员 帮助策划了哈马斯周六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 并在三周一贝鲁特的一次会议上 最终批准了这次袭击 这些人说 伊朗革命卫队的军官们 从8月份开始就与哈马斯合作策划了这次 海洛空入侵行动 这是自1973年 数罪日战争以来对以色列最严重的袭击 他们说 革命卫队军官和四个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的代表 在贝鲁特举行的几次会议上完善了行动细节 这四个组织包括在加沙战权的哈马斯和 黎巴顿的失业派激进组织和郑主党 美国官员说 他们还没有看到德荷兰参与其中的证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只会或幕后策划这次袭击的证据 但两者之间肯定有长期的关系 一位美国官员说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然而一名欧洲官员和一名叙利亚政府顾问 对伊朗参与袭击前准备工作的说法 如哈马斯和郑主党高级成员 如处一折 哈马斯高级官员米尔·达维在问及会议情况时说 他们自行策划了袭击 他说这是巴勒斯坦人和哈马斯的决定 伊朗最高领袖赞扬了这次袭击 就是哈梅内衣 并在推特上发帖称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将在整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抵抗力量手中被铲除 伊朗的直接参与如果被确认 将使德荷兰与以色列的多年冲突走到前台 从而增加中东发生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已承诺 如果发现德荷兰对杀害以色列人负责 将打击伊朗领导人 要斩首行动啊 据哈马斯和郑主党高级成员及一名伊朗官员称 革命卫队更大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多战线威胁 从四面八方进攻以色列 北部有郑主党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有杰哈德和哈马斯 以色列指责伊朗 暗示伊朗是希基的幕后黑手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周日说 我们知道在叙利亚和黎巴顿围绕以色列的恐怖武装的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会议 因此显然很容易理解他们试图进行协调 伊朗在我们地区的代理人试图尽可能与伊朗协调 哈马斯公开承认得到伊朗的支持 周日伊朗总统与吉哈德领导人纳哈拉和哈马斯首领 哈尼耶进行了会谈 美国和以色列等多数西方国家 已将哈马斯和政治党定为恐怖组织 这个哈马斯主动指认 这个背后的幕后黑手就是伊朗 伊朗呢也是半退半就的承认 但他也没否认 他也没有直接就承认 所以这里面很蹊跷 美国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 伊朗参与了这个袭击 所以到今天为止 咱们还是有理由怀疑 这幕后黑手另有其人 就是俄罗斯 叫俄罗斯千驴 伊朗拔绝子 伊朗是职业背锅的 换种说法吧 就是伊朗后面如果没有人支持 没有支持 伊朗他也做不了这个哈马斯的靠商 他也没这个实力 后面还更大的靠商 这个加沙地带 我看了一下 说人口啊 200多万 面积365万 365平方公里 这个数字还正好是一年的天数 大概其实是30万户 一户大概7个人 是这么一个概述啊 就是特能生嘛 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农业 没有工业 没有服务业 这200万人靠什么养活呢 全靠联合国救济 还有他们自己走私 说实话啊 这么大一个地方 这么多人 你给谁啊 实际上他都是个累赘 你仔细想一想 300平方公里 200万人 这人都要养活啊 只有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愿意要 因为俄罗斯的理念是留地不留人 对吧 他看不见上面多少人 他只要那块地方人他可以把你这个肉体消灭 时间长了就没有了 但是你其他的国家干不了这事啊 所以以色列他实际上他不想要架杀这个地方 所以他干脆啊 所以他现在的策略什么呢 在那搞了个大围墙 就铁丝网 把它割离开 对吧 你们架杀人在那你自生自灭 我觉得啊 俄罗斯人的做法不对 以色列人的做法也不对 这个咱们得客观的说 当然了以色列恐怕也有其他做法 比如说这个融属架杀的人呢 是不是可以到以色列去打工啊 恐怕也有这些措施啊 这个我没有太仔细去了解 总之那个铁丝网是在的 隔离是有的 210万人在那自生自灭 确实也是个问题 正因为你不管 所以他这个恐怖主义啊 这种极端思想 极端的宗教才会滋生啊 时间长了那地方不就是一个炸弹吗 巨型炸弹 所以咱们也说说这个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咱们一说的时候 很容易就把它说成一个整体 实际上以色列他也是四分五裂的 这个私生分五裂指的是政治上啊 他也一样的他有极左极右有这个中间派 我印象里面啊 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啊 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叫拉宾的 好像是干的时间长 还是说干的出色 就是脑海里有这么个人 其他人不记得 还有一个叫内塔尼亚胡 这个人干的时间也长 所以你要说以色列总理 好像能记住这么两个人 其他人不记得 你要说巴勒斯坦 什么民族权力机构 或者巴结 咱们就知道是阿拉法特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像是老朋友吧 就是一般的对巴以冲突啊 大概其就知道这么几个人 其他人都不记得 这个拉宾啊 好像是个温和派吧 就是主张和巴勒斯坦和解 怀柔 所以他是在克林顿时期嘛 一直跟那个阿拉法特是在谈判嘛 在去什么戴威营呢 谈过好几次 后面还有个总理啊 什么名字我忘了 这个吉佑 吉佑什么呢 就主张就别谈了 直接把他们摧毁 所以他对这个巴勒斯坦是高压 就是对这个汉马斯啊 对这些恐怖主义 是主动出击 显然他这个好像也做不到 我看有人留言呢 说这个以色列是被联合国谴责最多的 但是我也没去查啊 对吧 你看吉佑势力这么高 确实也被这个联合国谴责 怀柔不行 这个吉佑对吧 高法也不行 最后只好搞铁字网 把他一拉了之 隔绝 这以色列人他没辙 我认为啊 这个汉马斯啊 剿灭不难 以以色列现在这个实力啊 那加沙毕竟很小 问题是他这个根源你绞不了 你只有把这两百万人给解决了 要么给他同化 融入到这个以色列 要么就把他们融入到这个巴结组织 对吧 但是巴结组织是从加沙被赶走的 在加沙啊 在极端分子的这个眼中啊 咱们举个例子啊 就好比这个当年啊 中国人看这个湾金卫 在加沙人眼里看这个巴结组织啊 他就是当年的中国人看湾金卫 这个巴结组织就是个投降主义 他居然跟这个以色列嘛 和谈搞投降 所以这个在加沙的那些巴勒斯坦人 他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的宗旨是把以色列人赶走 那这一次啊 以色列撑这次机会 对吧 这个是恐怖袭击啊 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个哈马斯给灭掉 但是如果你不斩断这些根源 这些土壤 那下一个哈马斯会死灰复燃 很快的 要不了几年 说不定更狠 因为那个仇恨越来越大 怎么斩断这个根源呢 把以色列要拿下加沙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要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要和解 这个也挺难的 但是现在呢 也有机会 为什么说有机会呢 这个刚才说的啊 为什么叫阿以冲突 现在变成了巴以冲突呢 这个大背景是什么的 大背景就是上个世纪啊 有一种思潮 是叫泛阿拉伯主义 什么叫泛阿拉伯主义呢 就是在阿拉伯人里面啊 就是一些叫激进的 或者是极端的 或者是叫青年人里面 总之啊 他有一种思潮 就是阿拉伯国家应该联合起来 成立一个大的阿拉伯国家 不要像现在这样四分五裂 整个阿拉伯地区就是一个国家 那这是个思潮啊 就是每个国家的 比如沙特 它也有很多人支持这一点 埃及也有很多人支持这观点 实际上后来的伊斯兰国啊 就什么ISIS 它的基础也是这个 就是泛阿拉伯主义 那在这个思潮之下 你说怎么可能接受一个 以色列人跑到他们中间搞一个国家呢 所以说这个巴勒斯坦人 他还没反应呢 这个阿拉伯人先跳起来 要教训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二天 这个阿拉伯国家就联合起来 要跟以色列打仗 当然了被打败了 这就是大背景 当然现在呢 你说放阿拉伯主义 还有没有市场 感觉现在好像市场不大了吧 这么多年 互相这么这个仇恨啊 这阿拉伯里面有分什么 失业派 逊尼派 还有世俗国家 还有争交合一的 所以说先统一啊 变成一个大阿拉伯帝国 这基本上不可能了 很多人啊 现在越来越务实 还持泛阿拉伯主义的人 越来越少 大家都是关起门了 自己过日子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以色列 他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基础 他可以跟这个埃及 对吧 跟沙特 跟约旦 本来跟约旦关系就不错 跟周边国家搞个关系 因为他们也放弃了 什么大放阿拉伯主义了 实际上巴勒斯兰的领土啊 很多都被那个 黎巴嫩 被埃及 被其他国家蚕食了 以色列通过这几战 打下来之后 相当把这地方又夺回来了 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啊 所以说后来这个巴结组织啊 发现只有建国 对他才有利 所以那个时候他在放弃 什么放阿拉伯主义 阿拉伯国家才支持巴勒斯兰 成立一个独立国家 以前都不支持啊 以前阿拉伯国家 就是希望把以色列赶走 巴勒斯兰也不要建国 这是一种思潮 那刚才说的第三点怎么办呢 就是要斩断这个大毒瘤 就是伊朗 我觉得伊朗现在政教合一啊 它是很多这个 恐怖主义的这个策源 就是发源地 你其他的国家啊 只要不是政教合一的 你不管他多邪恶 其实都好解决 无非就是拿钱嘛 去谈 拿利益 合作 最终都能软化 都能解决 唯独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你没有办法用常理啊 去理解 换句话说 不是你给钱就行 给利益就行 合作就行 不是这样子 它要输出理念输出革命 所以以色列也想安稳啊 第一步是袈裟 汉马斯要消灭掉 斩草出根 第二步要跟周边国家搞好关系 第三个必须把伊朗搞定 把伊朗搞定 伊朗后面还有黑手 那个就交给美国去了 那更大的层面就博弈 所以你看美国人家把航母啊 什么军舰啊 都派到这个 地中海 先派过去威慑 美国国防部调前 最先进的核动力航母 福特号打击群 到靠近以色列的地中海海域 准备协防以色列 这对以色列来说 这三部分 哪个部分做不好 都前功尽弃 都只会越来越复杂 我觉得啊 那两百万的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要让他们正常化 对吧 在经济发展了 他们衣食无忧 谁愿意去搞恐怖主义啊 你让他们都像这个阿拉伯人 都像那个沙特阿拉伯人 那么有钱 或者是日子过得好吧 或者像这个卡塔尔 他为啥搞恐怖啊 所以对以色列来说啊 就是铲除了汉马斯之后 要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 要放弃这个极端主义思想 走上这个致富之路 你既不能像俄罗斯坦人的 肉体消灭 也不能像以色列以前搞的那样 把他隔离 啥也不管 你隔离实际上就是隔离了一个 大的这个高压锅啊 定时炸弹 几年爆发一次 如果你不把这个外界环境 给他清除干净 那埃及啊 对吧 黎巴嫩啊 这些国家天天给他们输入 这个极端思想 只有埃及和以色列 关系正常化了 那埃及才不会去支持 当然现在埃及他也说他不支持哈马斯的 他跟哈马斯不是一路的 但是你只要埃及和以色列不能正常化 那就存在着埃及会利用这个 哈马斯的 或者利用加沙地带这种可能 所以你以色列也没法安宁 黎巴嫩也一样 什么约旦 沙特 这些阿拉伯国家 你只有跟他们关系正常化了 他们才不会去在那儿搞事 支持这些极端主义思想 你只有把伊朗给搞定了 彻底斩断 所以最后我认为这个以色列势必要对伊朗动武 以色列对伊朗动武 那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对吧 当然了这个动武到什么级别 是宣战呢 还是说是去齐熙一下 这个不好说啊 就像那个以色列人说的 他要斩首这个领导人 不管是哪种方式吧 我觉得这个伊朗是占不着便宜啊 这次恐怕又被他的队友给坑了 自己去拔绝子去了 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埃尔端啊 他是怎么说的 埃尔端就以色列危机发表了多项声明 第一个是只有巴勒斯坦独立才能确保中东和平 第二个是只有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第三个是按照1967年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 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已经刻不容缓 这埃尔端啊 他就代表了一部分这个阿拉伯国家 或者叫穆斯林国家 这个心态 首先第一个啊 巴勒斯坦独立 这个是没问题的 就是要努力 就是看到希望 你毕竟哪有130多国家是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虽然没有超过三分之二 但是剩下的国家努力啊是可以达到的 然后这个放阿拉伯主义啊 已经这个市场啊越来越小 以色列呢现在在目前的这个态势下 他恐怕也不再阻挠啊 这个巴勒斯坦建国了 从目前的这个现实来看啊 感觉这个以色列把这个巴勒斯坦 当做一个自治区域去了 他不希望他独立建国 但是也给他一些自治的权利 目前看是这么一个策略啊 但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你违反了这个联合国181号决议 所以这一点以色列他必须要让步 但是从这个埃尔多安的时候呢 他要求啊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这个就是供火教油了 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是三个宗教的圣地啊 你把它划给这个巴勒斯坦 那又违反了这个联合国181号决议 这个又是矛盾 别说以色列了会有其他国家反对 那你想投票对吧 想获得三分之二通过 那就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不就是供火教油吗 明知这条路走不通 你要还往这条路上走 加大了分歧 实际上就是真想把事解决掉 那你阿拉伯国家就应该劝这个巴勒斯坦 对吧 你就接受啊新的首都 他现在实际上也在新的首都 然后这个耶路撒冷案就作为联合国来管理 或者委托管理这么一个地方 谁也不给 你看啊 他这个主张跟俄罗斯有一样 拉夫罗夫也说 以1967年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 埃尔多安在这个问题上 跟俄罗斯跟普京要同流合污了 好这几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